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坐一次飞机 那么按照这个概率的话 这个人要连续乘坐3223年才能碰上一次空难事故 这也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 因为空难事故的新闻并不常见 而马路上的交通事故却经常能在新闻上看到 凡事都有两面性 飞机虽然事故率低 不过一旦坠毁 造成的伤亡数量会十分巨大 再碰上飞机如果是在高空发生爆炸解体 基本上就是击毁人亡 全军覆没 但是今天咱们的女主就是一个受到上天眷顾的人 她不光是在一起空难中生还了 而且她经历的这场空难 还是发生在33000英尺高空的一次空中爆炸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时间回到1972年的1月26号 我们的女主名字叫维斯纳乌罗维奇 出生在贝尔格莱德 这个地方属于当时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当时的维斯纳是南斯拉夫国家航空公司JAT航空的一名空姐 这时的她才上任不到一年 年仅22岁 她是JAT367航班机组成员的一部分 1972年1月26号 她所在的航班从斯德哥尔摩飞往贝尔格莱德 飞机中间有两个精亭地 预定在了哥本哈根和萨格布勒 当飞机来到哥本哈根的时候 她和另外一名空姐本来是不在后面的行程名单里面的 这就意味着 本来维斯纳原本并不应该出现在之后的航班上 不过公司的调度人员 把她和另外一名优秀的空姐给搞混了 最终她还是随着机组人员一起登上了飞机 飞机从哥本哈根起飞 飞往下个目的地 萨格布勒 这段行程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很平静 飞机也处于平稳的巡航当中 但是46分钟之后 当飞机正处在捷克斯洛伐克上空的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飞机所在的行李舱突然发生了爆炸 爆炸发生的时候 这架飞机正处于33000英尺的高度飞行 大约是9800米左右的高空 接着飞机发生了爆炸 并且从爆炸点开始解体 当时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一共28个人 很多人都在气压失衡和爆炸的第一时间 失去了生命 其余的人也在接下来的飞机燃烧和解体中死亡 当然除了一个人 维斯纳 从上万米的高空落下 并且在没有降落伞的情况下 她是如何生还下来的呢 显然这段过程里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首先是爆炸的时候 她没有位于爆炸点周围 这就避免了她直接被爆炸夺取生命 其实当时的维斯纳位于飞机后半段偏尾部的地方 爆炸发生的时候 她正推着一辆参车 接着爆炸带来的气浪冲击波 让手中的失误车把她撞向了飞机尾部 由于卡在自己面前的失误车 维斯纳避免了在接下来的解体过程中被甩出机体外面 就这样 她在这种被卡住的情况下跌落了9800米 飞机坠毁的下方是一片覆盖着积雪的松树林 随后 她所在的机尾扫过了这片堆满积雪的松树林 这片有着厚厚积雪的松树林 帮助维斯纳所在的机尾 做了坠毁前的最后一个缓冲 另外 维斯纳的血压平时就很低 这让她在爆炸之后就昏睡了过去 失去了知觉 按道理说 低血压的人是不会被航空公司选中 并且登上飞机航班的 但是维斯纳特意在去JAT航空公司面试前 喝了大量的咖啡 这才通过了航空公司的检查 而低血压的症状也最大程度减少了 飞机尾部撞击地面时 人的心脏所要承受的冲击力 飞机坠毁后 一个住在附近的村民听到爆炸声 迅速赶到了事故现场 当这名村民发现爆炸现场是一架飞机的时候 他开始在坠机现场寻找幸存者 很快他就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还活着的维斯纳 这时的维斯纳穿着绿色的航空制服 正在浑身是血的情况下大声呼喊救命 这一次的坠机造成了他颅骨骨折 两条腿骨折 盆骨碎裂 肋骨多处断裂 三根脊椎骨折断 以及身体多处发生出现 但是当村民发现他的时候 他仍然活着 不过就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他根本撑不到救援队的到来 就会被死神带走 这样人们就永远也不知道 他其实是这次空难中的唯一幸存者 显然这次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他 文讯赶来的这名村民 刚好是一个二战期间的部队医生 他设法让维斯纳得到了第一救助 并且成功的让维斯纳撑到了急救人员的到来 之后维斯纳被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在那里 医务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 保证了维斯纳的生命体征 但是大量失血 还是让维斯纳昏迷了数日之久 腰部以下暂时瘫痪 并且像很多电视桥段一样 他患上了失忆症 当维斯纳醒来以后 他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 空难发生前一个小时的事情 他不肯相信医生对他说的一切 并且暴躁的状态 让医生不得不给他注射了镇定剂 随后医生还向他出示了 有关空难的头条新闻 于是维斯纳又被吓晕了过去 事实上 他的记忆只停留在自己 接待乘客上飞机的时候为止 之后发生的一切他都不记得了 后来当他的父母也拿出来报纸 指给他看 他才最终相信了这场空难 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场GAT-367空难事故 很可能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 对南斯拉夫进行的一次恐怖袭击 因为在飞机爆炸事件的当天 一列从维也纳到萨格布勒的火车 也被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 进行了多次轰炸和恐怖袭击 不过对大难不死的维斯纳来说 这都不重要了 维斯纳觉得 自己接下来所过的每一天 都是上天对他的眷顾 于是他努力的进行康复治疗 仅仅在十个月之后 他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但是对于经历过一场空难事故的他 已经足够了 他的父母也不得不卖掉了 家里面的两辆汽车 用来支付维斯纳的医疗费用 由于维斯纳本人并没有当时空难的记忆 所以他并不畏惧坐飞机 而且他还希望继续在航空公司工作 继续当他的空姐 这个时候还真有一家航空公司 愿意要他 其中一部分原因主要是因为 这个航空公司希望利用他的名气 来为自己的公司打广告 当然也不会真的安排维斯纳 继续登上飞机当他的空姐 他们安排维斯纳坐在了舒适的办公室里面 让他成为了一名地勤文职人员 当时的维斯纳可谓是红级一时 他不仅被评为当地的荣誉市民 还被南斯拉夫领导人颁发了奖章 1985年 维斯纳的事情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所认证 从而获得了 无降落伞坠落高度最高 并且生还的世界纪录 1977年 维斯纳和他的丈夫结婚 但是由于空难事件所造成的并发症 他此后终生没有子女 1990年 他的丈夫因为忍受不了他 一根烟接着一根烟的习惯而离开了他 差不多同一时期 维斯纳又因为公开发表了批评政府的言论 并且参加了反政府的抗议活动 而被航空公司解雇 不过由于政府担心逮捕维斯纳 会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而免缺了他的牢狱之灾 但是当局政府为了反击维斯纳 派出了两名记者对外声称 当年的南斯拉夫JAT367航班 是由于被误认成敌机而被击落的 并且当时飞机的高度也只离地面900多米 维斯纳的生还故事 不过是杰克斯洛伐克当局编出来的一个故事而已 不过由于这两名记者的推断都是基于间接证据 而且维斯纳也表示 自己对空难已经没有任何记忆 所以既不能肯定 也不能否定这两名记者的说法 不过最终维斯纳保有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继续有效 最后维斯纳一直活到了66岁 然后因为心脏并发症在自己的公寓里去世 这一年是2016年 一个本该在44年前JAT367空难事故中被死神带走的女人 最终让死神把敲门的日期推迟到了44年之后 生活就是这样 有时候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 但并不是每次你都有第二次机会 所以就有那句话 把每一天当做人生的最后一天来度过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死亡哪一个会先到来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胡 我们下期见